记者王秀廷台东报道,台东县海端相待会部分相待与主席朱湘梅做事五段分理由提出罢免案,今天上午进行投票,出席的三名代表全数投下赞成票通过罢免案,这是继22年前赤上湘宁代表会通过罢免当时的主席蔡苏瑞会后的台东县第二例,提出罢免案的海端相待张荣敬表示, 主席朱湘梅作风五段,不经协商就自行言会,效行工程款也分配不均,代表们几经反应人无合理改善,罢免案早在105年底就增连数,念其经验不足而取消,为了并本加厉,引起代表不满,再度发起罢免案,海端相待会,包括主席有七位代表,有两位应会选案于1月10日遭解职, 湘民代表仅上五人张荣敬等四名代表连数,1月19日向台东县政府明证处提出罢免主席案,其中一名连数代表应解职,连数人数人过半。 今天上午周开罢免主席投票会议,主席朱湘梅,副主席马贤的届位出席,仅有张荣敬,胡田国及胡金智三人出席,因过半数进行投票,三票全数通过罢免主席案,过程平和。 朱湘梅对于罢免案之言指控内容与事实不符,每年代表会工程建议经费都是七个代表均分,仅有案可查,对于今天投票结果只能欣然接受,但会向县府提出申诉,强调此事不影响年底再度投入选战的决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